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简直豪 2016年美国税法又有新的变化 有哪些条例是民众需要彻底了解的呢 来看南加州著名的会计师李豪带您具体的解析 新年刚开始 美国报税季又要到了 2016年税法有了很多新的变化 还请民众尽早了解 尽早准备 南加州著名会计师李豪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解析 一个比较会影响大家就是Obamacare的罚金 因为去年2014年是第一年实行 罚金很少 可能有些人最多就285块 或者是一个人95块的一个罚金 对很多人都不痛不痒的 那不过在2015年呢 这罚金增高了很多 增高了三倍 它是一个人是285块一个人 然后2016年呢会更高 就是我们今年 假如说今年还没有买保险的人 真的要考虑一下去买一个保险 它就是2016年会增加到695块 一个人 那一个家庭呢 在2016年会增加到2085块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罚金 就是假如说对方还没有买健康保险的话 真的要去考虑买健康保险 因为这罚金会越来越重 还有就是Ear Income Credit 就是低收入的退税额 因为很多人就是靠这个退税 每年一个退税来维持他的生活 那低收入的退税额呢 在2016年呢又增加了 那假如有三个孩子或以上的话 他假如属于低收入范围 他有可能拿到退税6269块 所以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退税 那假如两个小孩呢 最高也可以拿到5572块 那假如只有一个小孩的话 那他也可能拿到3373块 所以这个政府退税都挺多的 那有些人他说我死也不要小孩 那我行不必拿到这个退税 假如他只是收入低也没有小孩的话 他最高可以拿到506块的一个退税 还有就是遗产税 很多中国人都很关心遗产税 因为在中国现在还没有遗产税 很多人都纷纷地把这个资产 移到小孩名下 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遗产税 那在美国呢 遗产税呢是超过2015年 543万才需要缴遗产税 那2016年呢 他又增加了2万 所以现在变545万 超过这个数字的话 才需要缴遗产税 在报税的时候 李会计师还提醒 1099表格和W2表格有所不同 需要如实报税 过分逃避税收 可能会为以后增添很多麻烦 那W2通常都是薪水的员工 那这个省税的地方呢 不是特别多 不过也有在Schedule A的部分 假如他有一些费用 是他必须自己出的 他的老板不愿意帮他出 或老板需要这些 他出这些费用的话 他可以有些费用可以用来抵税 不过1099的话 通常这个省税的东西会 费用比较多可以用来抵税的 好 那当然这个我们抵税多的话 我们就不能说抵的太多 抵的太多的话 容易导致差税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